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安 当年的公安军属于正规的部队 和陆军 还真是一个等级 下辖22格施 总兵力超过了40万人 其实公安军有点类似于后来的武警部队 但是在50年代 公安军力属于军队设定 首先讲一下其他国家的标准 在苏联 军队分为国防军和内卫部队 国防军负责国土防卫和作战任务 至于内卫部队主要负责内部问题 美国也分为了军队和国民警卫队 情况和苏联的差不多 甚至清朝也有自己的标准 清朝京师的郊区驻加勒丰台大营 这属于精锐的野战军 京城内有八旗部军营和巡捕武营 八旗部军营就类似于内卫部队 而巡捕武营类似于公安 在建国的初期 我们的军队还是野陆军为主 海军和空军都是刚刚成立 至于其他兵种更是没有 在建国的初期 当时的局势并不稳定 很多潜伏人员四处进行破坏活动 一些土匪武装还没有被消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公安部队正式成立 这支部队隶属于解放军训练 随着国家局势的基本稳定 我们的军队也开始完整规划建设 在建设的过程中 也借鉴了苏联军队的发展模式 当时 苏联军队分为五大军种 1955年 中国军队完成了军事改革 自己的军队也是五大军种 分别是陆军 海军 空军 公安军和航空军 也就是说 公安军和陆军 海军是一个级别 在鼎盛时期 公安军下辖22个机动作战师 拥有40余万兵力 在五大军种中 超过了防空军的兵力 但是这样的情况 仅仅持续了两年时间 到了1957年 公安军又被取消了独立军种的地位 主要因为任务出现了变化 随着局势的稳定 治安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在1957年之后 公安军被改成了公安部队 和后来的第二炮兵一样 不属于何一个军种 但是由于军服的需要 当时公安部队都穿着陆军的军服 到了60年代的中后期 公安部队被撤销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来了80年代 在80年代初期 社会治安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小编的父亲当年是海军的潜艇兵 讲过80年代前夕的一些问题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 努力发展经济 在1983年 武警部队正式成立 其实 公安军就是武警部队的前身 在1984年建国35周年阅兵式上 年轻的武警部队第一次亮相 其实却是需要这样 在正规野战部队和公安警察部队之间 需要一种准军事力量的存在 而武警部队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 起初武警部队的任务非常多 起初 武警还需要承担消防 水电 黄金等各方面的任务 任务过于复杂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武警部队也在进行改革 原来的消防 黄金等部队被裁撤 转移到了地方 从具体情况来说 越来越接近标准的那位部队 在各方面更加的职业化 当然 我们需要一步步的建设 目前 武警已经拥有了海警部队 这在很多问题中都很重要 在医院中有医院 会议员 会议员 在医院 会议员 会议员 会议员